12月12号 韩国国防部称 针对韩朝非军事区内试点拆除警备哨所的情况 双方当天启动互相检查 2018年10月 韩朝举行将军级军事会谈 商定分别撤出非军事区内11个警备哨所的人员与装备 11月底 韩朝分别完成10个哨所的撤离与拆除工作 处于历史意义等方面考虑 各自保留一个哨所原址 12号当天 韩国国防部称 已在军事分界线附近插扫黄旗 双方人员将先在黄旗附近会合 互访对方管辖的区域 重点检查哨所设施拆除情况 检查是否存在修复或未来继续用于军事设施的可能 韩国国防部在新闻简报中指出 此次互检对于缓解朝鲜半岛军事紧张和建立互信具有里程碑的意义